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智兰,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NBA季后赛继续进行 在之前已经结束的季后赛比赛中 东部的76人,凯尔特人,尼克斯和若霍顺利晋级四轮 而西部这边太阳和绝金晋级分区半决赛 上午结束的一场比赛 勇士主场惨败国王,大逼分被搬成3比3平 两队决战抢7,而中午进行的比赛 忽人主场迎战灰雄 此前忽人大逼分3比2领先,辉雄拿到赛点 忽人肯定不想学习勇士那么刺激的 本场必须拿下来 辉雄则是要向国王取经 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将比赛带回去 结果没想到啊,三节打完 比赛就可以说是进入垃圾时间了 辉雄不堪一击,被忽人按在地上摩擦 今天的比赛,根据忽人随对记者透露 詹姆斯提前五个小时就来到球馆进行投篮训练 从他训练投篮手感来看 状态不错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欧文也来到胡人主场现身观战 镜头不断来回切换詹姆斯和欧文 按照洛杉矶媒体的报道 胡人心下仍然对欧文有益 如果独行下无法提供欧文满意的合同 胡人很有可能用先前后换的方式 打造詹姆斯加农梅加欧文的三巨头组合 此外里夫斯由于在季后赛的强势表现 引来了不少球队的关注 他自己在接受采访时强调 他考虑了很多 现在终于可以做自己 应该得到和付出同等的回报 回到今天的比赛 灰熊这边谁射手 肯纳德因肩膀伤势缺席 灰熊摆出的首发阵容为 摩兰特加贝恩加布鲁克斯加 贾伦杰克逊加蒂尔曼 胡人的首发为 拉塞尔加里夫斯加詹姆斯加 范德比尔特加能梅 开局灰熊早早进入状态 诺兰特抢断范德比尔特后上篮打进 布鲁克斯内外开花 胡人依靠拉塞尔的抛头和范德比尔特的 三分球给出回应 龙类积极冲击篮下 反击詹姆斯冲刺在前 加上里夫斯的三分球 胡人瞬间反超并打听灰熊 胡人早早打开外线手感 让人始料未及 不过胡人开局也频繁失误 从拉塞尔到范德比尔特 整体节奏没有那么好 中断龙类抓茂莫兰特 詹姆斯上篮加护顶三分连续命中 灰熊替步上场后追分 但拉塞尔的高难度调篮加急停中距离 再度打听灰熊 杰莫拉塞尔连续连线农眉完成报扣 灰熊的防守顾此失彼 加上巴村磊的报扣 胡人已经将分叉拉开到两位数 胡人今天防守提升明显 无论是范德比尔特还是巴村磊 都能给农眉很好的保护 因为欧文的到来 拉塞尔知道他今下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所以今天必须好好发挥 第二届开打后 詹姆斯强攻加注攻加布里埃尔报扣 加布里埃尔上场就赏给贾伦一级大帽 此后吃饼继续上分 群斯的三分球帮助灰熊止血 老詹和巴村磊接连跳投命中 中断詹姆斯助攻巴村磊报扣 詹姆斯自己开坦克上篮弯成2加1 此时胡人已经拉开快20分分叉 和前面几场相比 詹姆斯今天明显有些变化 一方面是打得非常坚决 当队友出现机会时 詹姆斯输送炮弹很快 而灰熊这边接连不断的失误 也给了胡人打反击的机会 胡人在拉开20分分叉后 北岸追身三分球及时止血 礼服此高难度抛投命中 杰姆布鲁克斯连续拿分 拉塞尔助攻龙眉空戒完成2加1 灰熊外线逐渐打开手感 胡人一定要小心 杰姆龙眉和老詹连续得分 詹姆斯还秀起了背扣 胡人在上半场59比42领先灰熊 势头很好 下半场调整回来 莫兰特甘马戴威斯 拉塞尔两季三分球回应 分叉回到20分 贝恩的三分没有 范德比尔特低脚三分续上 68到45打听灰熊 灰熊会来继续打铁 除了头三分 就不会通过其他手段上分 贝恩突破总算制造戴威斯的投篮犯规 但是莫兰特和贝恩的三分还是没有 阿尔达玛在被戴威斯封盖 拉塞尔里夫斯反击 攻防两端暴打 27分的差距 詹姆斯非常高兴 赫里夫斯在场边跳舞庆祝 太逗了 欧文在场边看得很高兴 这团队太棒了 提升下赛季加盟胡人的概率 杰摩龙梅继续强攻完成2加1 失落地抛投 老詹翻身小跳投 胡人怎么偷怎么有 杰摩詹姆斯还和贾伦杰克逊对标三分球 三节结束时 胡人100比67领先灰熊 实际上比赛已经就此失去悬念 打到第四节 拉塞尔还在轰三分球 灰熊主帅詹金斯一脸沮丧 他非常失去地将手法换下 换上扎伊尔威廉姆斯 诺夫顿 康查尔等第三阵容球员 比赛彻底进入垃圾时间 最终胡人主场125比85大胜灰熊 总比分4比2淘汰对手 竞技西部分区半决赛 恭喜胡人 恭喜詹姆斯 一场完美的胜利 胡人如果保持今天这种比赛状态 任何对手都很难击败胡人 胡人西部半决赛的对手是勇士和国王胜者 胡人至少比对手多了两天休息时间 胡人向勇士展示生死战该有的比赛态度 一上来就要全力全拼 要重视对手 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勇士快来看看胡人是怎么对待比赛的吧 下一场可不能再这样了 否则就回家了 歌方可是非常想看胡勇对决的 热度直接拉满 另外除了比赛以外 今年快转乔治早早受伤 伦纳德G1打完就半月板撕裂 改善坚持打完G2 不能再上场 随机太阳4比1轻松过关 不知不觉 伦纳德联合乔治空降洛杉矶 在快转抱团已经四年时间 这四年时间里 第一年球队季后赛闹起了内讧 哈莱尔加鲁维为首的老派快转球员 不满卡轿组合享有的特权 甚至在快转输球后 哈莱尔悠闲地吹起了口哨 第二年 原本是卡轿组合最有机会冲关的一年 结果和爵士系列赛 伦纳德交叉任带撕裂 乔治独自带队杀到西爵 倒在太阳脚下 第三年 快转在附加赛连输两场 连技后赛都没进去 今天遇到太阳并不可怕 乔治受伤也不可怕 可怕的是伦纳德的受伤 成为阿垮快转媒体和球迷的最后一根稻草 甚至有不少快转球迷怒斥伦纳德应该主动退役 在赛季总结会上 快转运营总裁弗兰克接受采访时表示 伦纳德的前脚插任带完好无损 只是游戏半月版遭遇撕裂症状 手术恢复需要两到三个月时间 而康复期可能会持续半年之久 换句话说 等到伦纳德下赛季健康归来 快转又要面临一年一度的磨合 调整 重新适应 不过总裁弗兰克也强调了 球队已经下定决新场留伦纳德和乔治 此外 他们还希望微少在下赛季能回归球队 而泰伦鲁毫无疑问还会继续执教快转队 首先从小卡和乔治说起 下赛季薪资均为4560万美元 24-25赛季代球员选项 价值均为4880万美元 简单来说又到了快学约的日子 按照露天看台和HOOPS的报道 实际上小卡和乔治 都具备提前续签四年2.2亿美元顶薪的资格 随着新劳资协议的升下 合同总额还可能继续提升 这几年鲍尔默掏的钱可是联盟数一数二 只不过奢侈税没用是高 但一小卡和乔治这四年所取得的成绩 他们只能让快船老板一次又一次掏出顶薪买单吗 也许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还有一点不容被忽视 像戈登和鲍威尔军心接近2000万美元的薪资 包括小莫里斯 卡文顿 巴图姆这些风险汉将 他们都老了 快船还打不出成绩 这可都是鲍尔默和快船管理层 不断为伦纳德去搭配阵容付出的真金白银 从伦纳德加盟快船起 快船不断囤积风险 打造联盟最具深度的阵容框架 说白了 就是为了对抗胡人 对抗詹尾组合 这一点我们放在后面说 再来聊聊处境微妙的威少 按照新资专家霍林格分析 快船想留威少 但是他们只能拿出380万美元的合同 这已经是快船的最大合同上线了 威少来到快船后 常规赛场均15.8分加4.9篮板加7.6助攻 两项命中率为48.9%加35.6% 季后赛场均23.6分加7.6篮板加7.4助攻 两项命中率为41%加35.7% 实话实说 威少在季后赛的表现 足以让他拿到一份军心在1000万到1500万美元的报价 但是威少的打球特点决定了争冠球队不需要他 没有任何一支争管球队 还需要威少这种控球手 除了缺少后卫的快船 同时白烂重建的球队更不需要威少 爵士当初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们宁愿给霍顿塔克更多练技的时间 都不愿意许诺威少上场机会 很简单的道理 威少还是威少 但我们都不需要 从火箭到奇才 再到胡人 这几年威少证明他得到足够的球权 就能给球队贡献能量 指望威少接受略微高于底薪的合同 这种落差是非常大的 不过留在快船 对于威少也有好处 不用搬家 家人也一直在洛杉矶生活 威少不缺钱 用他自己的话说 在快船他每一天都感觉非常开心 从19年小卡和乔治抱团开始 到23年夏天 4年过去 一个轮回 也许下赛季我们还能看到 小卡加乔治加威少三巨头组合 但是我更想说 从舰队知识开始 快船就锚定胡人 以胡人作为最大竞争对手 和胡人抢人 大岛军备竞赛 这4年快船是很失败的 胡人夺冠了 勇士夺冠了 如今太阳又得到了杜兰特 什么时候能轮到快船 直到詹姆斯老了 直到詹姆斯快要39岁的时候 依然赢不了詹姆斯 赢不了胡人 不说伦纳德应该承担责任 至少伦纳德这几年 应该不好受吧 不说似乎 那就是 也就是